我们继续说大陆的疫情 这是当下天大的事 昨天呢 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一个 所谓的北大的著名教授的文字 同学们 朋友们 这个底下跟的还蛮热烈 今天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女孩的文字 一个女孩写了一篇小文章 小作文 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包括我们那个群里 大家都你来我往说了一天多了 那么他说了什么呢 这个女孩 这篇小作文写了什么呢 他说 女孩嘛 就有一些个女孩的这种文字的气质 他说真服了 抗疫专家 病毒专家 几十上千人 研究了三年 到了今天 竟然用躺平来解决 这么多人痒了 花了几十上百亿 就没有研制出一种特效药 竟然感染了 就叫我们喝开水 吃退烧烟 吃退烧片就完了 这就是研究成果吗 有的网友说 这是值得这些专家深思的 最关键的是退烧药买又买不到 既然都躺平了 感冒药总可以买点吧 竟然感冒药也买不到 最终还是普通老百姓受罪 今天听说楼下药店有部落分 药店门口就排了上百人的长队 瑟瑟的寒风 看到这个场景 我马上就掉头回了 还是喝白开水好一点 现在是一药难求 退烧药 莲花清温胶囊 感冒药等买不到 还坐地起价 这个昨天前天吧 网上不易有这样说 这个沈阳的东北之药啊 东北之药这是老药厂 东北之药这个 在这个时候说 拿说他们的安耐劲啊 就两块钱一板 二十片 就大白片 我们小的时候 这个再熟悉不过了 我们那个现在什么包装 我们都不知道了 说是一板二十粒 怎么不包装我也不知道 我们小的时候 比如那个安耐劲和破热系统啊 就那种药啊 就是用一种塑料 这一连 然后呢 一个一个小白白药片箱子在里头 来 就是一连连 当时好像就几毛钱 就那么一大长连 破热系统啊 这个感冒发烧 退热阵痛的效果非常好 事实上呢 事实上 这澳大利亚的 所谓的国民神药 这个拍那道 就是现在都被这个这个中国人给一扫而空啊 大小超市 一扫而空 全寄回到中国去了 澳大利亚前两天不得不国家卫生部下令了 啊 要限购了啊 限购了 不然的话澳大利亚本地的人就没有药吃了 这边要是有伤风感冒就没有 那么的这个拍那都吃了 澳大利亚这个放开都已经一年一年了啊 一年了 应该一年多了 澳大利亚刚放开的时候包括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也从来没缺医 没缺过医 没少过药啊 你从来也没说这个这个药店呢 或者是超市里那个药品的那个架子上空了 拍摄的从来就没断过呀 从来都有啊 哎 你看现在中国大陆的疫情一上来就澳大利亚首先澳大利亚药没有了 啊 又没有了 啊 嗯 这种情况仅仅是在几年前 就是澳大利亚这边的这孩子们的英语玩没有奶粉喝了 奶粉的都被这边代购给弄到中国去了 那这以前是奶粉出现过这样的事 啊 你看现在 现在这个中国买不着药 把澳大利亚的药 这种药也在基本都给抢光了 哈哈哈哈 听说加班加点正在生产 然后现国人也都出来了啊 也都出来了 啊 希望能够好转一点 啊 啊 插着插着两句 因为 这个 我昨天晚上我的死打 啊 昨天晚上我的死打 专门采访了我一次 我俩聊了接近两个小时 他就按照他的题目采访我 他就问我澳大利亚封城期间是怎么样的政策 怎么封得成 让我跟他详细的再说一说 第二 他说封城期间澳大利亚人是什么样的表现 第三 澳大利亚放开的时候 这个是什么样的市面 市面上是什么样子 啊 这个是否像今天的中国一样的 这个蒙可罗雀 啊 一片冷清 啊 然后呢 问我刚放开的时候澳大利亚人的什么心态 他们怎么样面对解封 啊 然后呢 说这个放开之后是否有了一个传染的高峰期 高峰期大致持续了多长时间 啊 然后这个期间大家的心态应对 呃 如何 我都如实地跟他 作语了回答 啊 就是 嗯 实实求是吗 哈哈 啊 这个 最大的 最高的严酷的限制就是 方圆五公里 不许出方圆五公里 嗯 然后呢 就是最严重的是 还有什么时候就晚上八点以后宵禁啊 墨尔本一度 啊 有过一个时期的晚上八点以后到第二天早上五点啊 宵禁啊 这就是最严酷的时候 大家生活无常啊 然后非这个宵禁期的时候一大早大家就开始纷纷就开始出去遛宝去了 是不是啊 然后呢 只不过只不过最严酷的时候不不让这个几一家几口人同时出门要分别出门可以 所以那时候澳大利亚的狗都瘦了吗 哈哈哈哈 自家的 人遛完之后 几圈遛完了之后 有的邻居出去 邻居是最好的干嘛 说借着狗出去遛了去 像什么呢 啊 这这狗最后都累瘦了 哈哈哈哈 啊 嗯 然后大家没有别的呀 是不是啊 就包括封城期间 捞蛋期间什么的 澳大利亚没出现什么大的抢购什么的 大家囤一点基本的粮肉 蛋啊 这个没抢也没有什么东西买不着 只不过匪夷所思 不知道是西人起的头还是哪儿的 反正不是中国人起的头 就是刚刚第一次捞个当之前的时候 大家都抢购这个这个厕纸 我们都特别匪夷所思 就为什么抢厕纸 但是观察了几天之后说 他也没禁得住 说那算了咱们那也买点去吧 嗯 就当时就买了 买了一些买买了一些厕纸回来 用了好一年多 哈哈哈哈 也不知道 到现在也不知道 不知道为什么当初 大家要囤一点这个厕纸 别的就都都很正常 啊 然后这个 没听说过 这边的医疗挤兑到什么程度 你说局部的地区 局部的医院 或者说是个别特殊的情况下啊 什么的 有没有这种情况呢 那哪都避免不了啊 啊 哪不要 但是没听说有什么大面积的医疗挤兑 也没听说 有什么 这个 一些个此生灾害什么 那种我们大家耳术登祥的那些东西 确实没有啊 确实没有 应该说都是很有序啊 非常有秩序啊 那么后来放开了 放开了之后大家就高兴吗 然后大家一夜之间就就放开了 第一时间全开车冲出五公里之外去了 然后该吃吃该喝喝了 一度呢 对于放开了之后的管理呢 仅仅有一个疫苗的管理要求 就是你这个得打两针疫苗 然后你手机上下载之后 你那个有那个两针疫苗那样的碗 你就可以堂食 就可以出去吃饭去 什么的就 就饭店堂食需要出食这些东西 咖啡馆 这个 一个时期要求过 但是后来就废除了 后来国家就宣布了 就是包括各个州都宣布了 就不再咽这个罢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因为有一些坚决的反疫苗的这些人士 他们也自由了 他们也可以堂食 也不要求了 大家都一律平等了 这个就是这个 刚放开的时候 大家第一时间都冲出去了 没有说是放开了之后 大家害怕 说放开了 恰恰不敢出门了 确实没有这样的情况 我实实求是跟诸位说 我昨天晚上也是这样跟我的词打说的 然后以前有高峰期 放开说一度有高峰期 但是没见什么恐慌 没有乱 那也没有什么乱 那我身边多少人都养了 澳大利亚现在已经近90%的人都已经养过了 至少养过一次了 那我身边的人都有养过两次了 但是呢 就是从来没影响过他的社会生活 社会交往 包括跟我们之间的这个交往 三一城有信 我们家三口人还没养过 或者是养了我们不知道 或许 反正大家现在 就是没有说弹阳色变的 确实没有过 你说有没有人弹阳色变的 肯定有 这么个多元文化的国家里头 各个民族 全世界他们一百来个 来自一百来个国家的这个人 来在澳大利亚生活 他怎么可能都一样 所以肯定有恐惧慌乱的 失了方寸的肯定也有 但这绝对不是社会主流 这绝对是应该说是 微观 绝对是微缩景观 谈不上是风景 大家现在第四波大的疫情 都已经过去了 前一段 第四波疫情过 今年的第四波疫情 过去了 但宣布的 也都不怎么在乎 那么上场场 有的人自觉呢 还担心就戴着口罩 但是多数人是不戴口罩的 早已经不戴口罩 那谢哥我已经一年了吧 那一年我都不戴口罩 实际情况就是这个情况 就是这么个情况 所以我从来都不同意 国内的一些朋友的 对国外不太了解的朋友们的一些说法 国外叫躺平 什么叫躺平 这怎么叫躺平 政府从来都没放松过呀 我还能对句话呀 就是你只要你还失业都没上班 你只要你打工的地方 你的单位 哪怕你上饭店还关门 你每周七百五 你哪怕是个就是餐厅的服务员 每周七百五政府就给你 真给呀 然后你要是有实体店的话 什么的 你要是租人家的房子 做什么开店的话 什么政府给你六成是七成的房 我这个房租补贴 他真给你 是现金给你 所以这就你就你就想象不出来 就你你就是夫妻都失了工作了的话 那一周你们俩一千五百块钱足足够你用的了 澳大利亚一周一千五百块钱 这是生活的很好啊 可以说就正常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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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民生活的 一千五百块钱可能用不了啊 是不是啊 那你就这样的话政府给你拖这个底了 有这样的保证的话 那你封吧 lock down 去吧 墨尔本不是创造全世界最多的一个记录 墨尔本大墨尔本都市区封了一点一百二十三天吗 最长的一个记录 但是没有人闹事 有人闹事 到city 有那么一些个反风控的人 那么就是那种 若为自由户 他妈的爱着这个包 不自由户宁死的 有啊 也有啊 然后就申请 那有吧 游完回家去去疯了 是不是啊 但他不是社会主流啊 所以疯了一百二十多天 你也没听说谁上街 为了这些 为了其他的诉求去游行去 去控诉去 上市 并且把这种这个诉求上升到政治层面 要求什么 这个州长和总理下台的 还没有 也没有人举什么白纸 为什么呢 因为人民有饭吃 政府给你拖了底 国家给你拖了底了 所以我始终是不得其解 资本主义国家都能做得到东西 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怎么就做不到 这个澳大利亚是世界第十大十一大经济体 十大十一大经济体都能做到的事情 为什么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做不到 赖小民一个人的罚我充国库的 这个赃款有多少钱 最反腐十年也好 多少年也好 这些个赃款 这就把这些赃款拿出一部分 我估计都给大家 每周发点钱都能发他一年半载 都没问题 那钱哪去了 那不用在这个上 用在什么上 用在这钱呢 你不发现金 车贷房贷什么 其他贷款什么都能缓一缓 能不能减一减 能不能免一免 你总得让老百姓嘲口气 你不能说公务员的这样的生活 你的标准 你在家封腾十年 你也是工资奖金照发 但你毕竟是上口人口的极少数 绝大多数的人 还是不动手就不能动口的 是不是 我就说多了啊 我读人家的东西 我怎么就说自己的呢 那他就说这个 他说的就是这个 这个一药难求 买不着 然后呢 这个退烧药感冒药买不到 还坐地起价 他不说东北的药厂那个 说两块钱呢 那个按哪进扩着其痛 不说全国人都在感激这个良心药厂的时候 然后当地就开始处罚他了吗 说他妈的搞垄断呢 下了这个处罚处罚了 罚他们1.3个亿吗 罚东北药厂 我今天看了个视频 我看一个视频主 那个up主 都骂出国骂来的 在那里 骂上所谓的有关不闻 嗯 哈哈 这意思是 如今 他说这个如今天下西西 街为立来天下嚷嚷 街为立网 一切向前看还有几个人专心科研呢 感染了新冠到底吃什么药 需要专家给一个明确的说法 网络上的视频文字乱成一锅粥了 如今大街上什么最火呀 药店 研究药的没什么钱 而卖药的赚的盆满钵满 在全面放开前 最少要感冒药 应该每个家庭发一份 可以适当的收费 这样就没人抢药了 你看这我们的人民多懂事 民事里 你可以收点费都行 你先把药给人家发完之后 你再放开 是不是 医院肯定就不会发生医疗挤兑了 没人抢药了 如今买不到退烧药 假如被感染了高烧40度 不吃退烧药 只能喝白开水 白开水能退烧吗 即使没有特效药 应该保证每个家庭有退烧药 常规的感冒药 应该有充足的备货 能买得到 我相信我国有接近8000家的生产厂家 而且全面开放半个月呢 即使从第一天开始生产 半个月也可以生产出来了 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呢 你看他这问题问得很尖锐 是你放开半个月 到现在加完加点24小时 是不是也该生产出来 现在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呢 据说山东资博的新华制药厂 那也大厂了 一年可以生产8000吨的布洛芬 够33亿人 每天吃三次吃一年 这是其中的一家 我们国家这种生产厂家 有上千家 我先了解了一下 这个山东资博的这个新华制药厂 这是布洛芬原料药的龙头生产的厂家 结果呢 这个新华制药的这个股价 从12月5号到16号实现了八个涨停板 累计涨幅达到了115.82% 这个新华制药 说我国目前是布洛芬原料药的第一生产大国 占全球产能的三分之一 制剂的市场规模也有约30亿元 就这么强大的生产能力给全世界提供到三分之一的布洛芬的原料药的这样的生产大国 然后自己的国民竟然把他放开半个月都半个月了还依旧买不到布洛芬 还没有充足的备货 还没有什么退烧药什么港帮药这些东西跟上来 你这不这么令人匪夷所思吗 所以他的结论是什么呢 他结论就是该反思一下 是真缺药还是什么真缺德 这是女孩子最后就是缺德了吗 是不是就开始骂缺德了 那么这个小作文底下有一些热门的评论 我摘几句给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在开放前每家都发药资本就没法超做了 想想后面的深层原因吧 那有人说你说的太对了 说出了老百姓的心声 然后说说修那么多方舱医院 用那么多钱 老百姓连发一盒感冒药 普通感冒药的钱都没有吗 连给老百姓发一盒普通感冒药 竟然都发不出来 说中国的这些专家研究了三年 研究出了一个方子 一个粮药 就是白开水 还有评论说说什么好呢 放开钱就没预想到这种局面了 如果是战时那是会怎么样呢 打仗的话 万一打仗会怎么样呢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